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利略战描写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关于加利略被抓捕以后 加利略选择了屈服 于是加利略的弟子叫安德烈亚 这个人曾经特别的相信加利略对他的教导 加利略告诉他 科学家就只有为真理现身 科学只为科学而科学 这是他戏剧里面的话 所以这个安德烈亚就觉得这个老师居然屈服了 就瞧不上他的老师 或者说是很失望吧 他对加利略说了这么一段话 说说他的老师说 您本来可以是个英雄的 但你不做英雄 一个没有英雄的国家是不信的 可是加利略回答的是什么 加利略回答的是 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信的 据作家的布莱西特呢 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这一点非常遗憾 但是呢 在这部戏的这一段当中 体现的不是马克思主义 他恰恰是这种西方的 或者说这个欧美国家的人 的一种个人主义精神的典型的特质 他们对这个人的理解 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是不信的 本来那我不打算再谈那个 最近这两天最热的话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还是有必要说一说 因为我的前几期节目 发出去之后 好多人认为我是在攻击 是吧 他们的大英雄喷仔粥 在我心里面没有任何英雄的 因为没有任何人值得崇拜 没有任何人值得 我要奋献上我的双膝 是吧 这个事是不存在的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被批评 包括我本人也可以被批评 没有任何问题 昨天晚上有人问我 说那我可不可以骂你 我说你骂我当然是你的自由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对彭仔粥呢 我基本上是有三个看法 第一个看法 一个超越性的问题 昨晚的一个网友就特别不服说 你为什么骂中国人是14亿人是14头猪 我跟他这么解释 人是什么 人是有尊严的 有公民权的 有余生俱来的那些权利的 这才叫人 如果他失去了这些东西 那他这就只具备工具属性 他并不具备人的属性 这样的是什么 这样的叫猪 那么 从这个角度来讲 彭仔粥在他人生的关键时刻 走到那个桥上 以他自己的一己之力 去对抗一个国家的恐怖统治 他实现了他人的超越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他确实是个英雄 虽然是需要英雄的国家是不信的 那么 当他成为英雄那一刻的时候 他就实现了他人性的超越 他不再是猪 14头猪当中的一个 他成为一个人 一个追求生命尊严的人 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是什么 彭仔粥的那些 要求推翻共产党的习文 当中我说了 每一个字都是邪恶的 每一个字都是集体主义的 每一个字都是导致 这个国家恐怖主义 甚至马上要对彭仔粥本人 进行戕害的背后的理论逻辑 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国家 民主国家 自由民主国家 都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之上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 可以建立在一种 集体主义的观点上 还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但是不论是彭仔粥 还是在海外这些打鸡血的人 还是包括他们所反对的共产党 他们脑子里面都是集体主义的逻辑 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是个农耕大族 农耕族很显 很容易就像苍蝇和蚂蚁 或者是像蝗虫一样 就迅速的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集体 在这个集体的裹挟之下 任何个人都是没有尊严的 都是无足轻重的 个人要为集体让路 个人要为国家牺牲 从来就没有想过 这个国家应该是为个人牺牲 国家应该保护个人 否则我们要国家要政府 没有任何意义 我记得他的那个 我现在记不清楚 他那些就是彭仔粥那些 习文当中写的那些东西 居然有什么伟大呀 什么保护什么中华民族 大概有这些东西 还有这个从头到尾都是讲 那个习近平怎么怎么触犯宪法了 今天又有人那个是吧 咱还认识叫李恒青同志 还在讲这个 共产党居然把这个张高丽 还列席共产党的最高 什么什么委员会 好像这些人对共产党的 这个统治的 失去秩序 对他们来说 好像是操碎了心 这个和他们反共的 这个思维又不符 这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为什么你一边在反对共产党 一边对共产党的这个 对习近平的终身制 就是又充满了这个 这是矛盾的 因为习近平是不是终身制 都是共产党的家务事 你反共产党的人 你就希望这个党 这个国家迅速的垮掉 这样他才有可能走向一个 一个文明的 或者叫一个涅槃重生的一个道路 而不是希望就是说 习近平你下来 我能把习近平李克强换上去 然后大家再凑合几年 让这个国家再怎么着 那他永远不会出现政治转机 这是题外话 我们还在说那个集体主义的问题 就是 为什么我那么反对 这些网上的人打鸡鞋 因为他们脑子里面 始终是一种 一种集体的狂欢 这种东西是个文明和自由和民主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生活 是背道而驰的 那有人就问我了 说那民主国家 他打仗的时候 不也需要集体吗 这就是 这就是中文群体的浅薄之处 集体不是集体主义 集体和集体主义是两回事 集体主义是以一个集体的方式 在思考方 这样的一种思考方式 来扼杀个人 而自由国家的集体 是每一个个人基于自愿 他们形成的这样一个共同体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说 同样是集体 就是说 个人主义的国家 它也可能是形成集体 集体主义的国家 它本来就是 它的就是更加容易形成集体 但是它是完全不同的 个人主义 它是基于个人自愿 所形成的一个集体 它叫自组织形成的集体 而集体主义国家 所形成的组织 是被组织所形成的集体 自由主义的国家形成的集体 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个人的自愿 911的时候 有一架飞机被绑架 飞机上的人决定 我们是跟 要不要跟歹徒搏斗 就在这生死关头 他们依然做了投票表决 尊重每一个人的意愿 只有一个自由主义 自组织的国家才会这么做 它没有讲是你们这帮人 必须跟着我一起去 对付歹徒 不会是这样的 到那临死的那一刻 他们还得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意愿 这才是 为什么美国是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 那在一个被组织国家 如果要发生这种事情 那没什么可说的 只有两种情况 要不就是那个 有一群人上去说 我们去跟歹徒搏斗 这种可能性 如果是中国人的话 可能性非常之低 另外一种可能性 绝大部分的可能性 就是一群人坐在地上哭 是吧 习近平绑架了我们14余中国人 共产党怎么怎么邪恶 他们控制了这架飞机 这才是中国人 那么 在集体主义所形成的这个集体之下 是没有个人的 他是不尊重个人的 他是抹杀个人的 大河无水小河干 哎 小河无水大河在干啊 不是 集体主义是不讲逻辑的 没有国 哪有家 你就应该为国家牺牲 所以 如果我们对这些政治概念 没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就意味着 你对你自己就缺少一个正确的认识 在这种状况下 打击血能带来什么 在中国共产党的体制下 给你实现了投票权 你觉得 有意义吗 一群集体主义的脑袋 一群像张献忠李自成这样的人的脑袋 以自由民主的名义 推翻了共产党 能实现自由民主制度吗 如果这些连最基本的这些知识 最浅薄的观念 都不能在这片土地上 在这些人脑袋当中落地生根 你们在盼望什么 你们在盼望另一群暴鞭 暴军拿皮鞭来抽你们 所以 彭仔周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 他的所有的苦难 都是由他本人来承担 而生活在墙外的人呢 关于这个新闻 关于这些事情 关于他本人 是需要不断地去 去伸远 去说这个事 说得越多 他可能会越安全 但是在说的过程当中 而不是像 现在网上 是吧 那种疯狂打鸡鞋 那个样子 我们要上街 我们要罢工 你想什么呢 在中国这种事 连引子都没有 这就是中国这个国家 可悲之处啊 卡夫卡的变情记当中 讲那个男主人公 突然变成了假个虫 然后从此以后 造成了全家人的这种 遗厌恶 这就是 说实话 这就是中国现实 一个人具备了 那么一丁点思想 知道了自由民主 是怎么回事 或者说 他突然认真了 他说我是个人 我要过像 像人一样的生活 抱歉 在这个国家 你就成了那个假虫 你会被你的家人 你所有的人的厌恶 这就是中国的真实处境啊 你们那些把自由民主 喊得删想的这些人 你回去跟你们家人 交流交流 看他们能不能听你的 如果他们能听你的 那你们的理论 就是成立的 如果他们不能听你的话 那你们还要 从头慢慢学 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理论 不能被所有人接受 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 推翻共产党的问题 任何专制的瓦解 一个自由社会的到来 它少不了 足够多的人知道自由是什么 如果人们不知道自由是什么 自由就永远不会到来 人性比万物都诡诈 在中国的这种状况下 当你成为卡夫卡 笔下的那个甲虫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怪物 我们第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喷仔粥 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 它实现了它自己人性的飞跃 不 它是人的飞跃 不是人性的飞跃 人性是不会变的 人的飞跃 但是 这是以一种自由社会的眼光来看待 在中国社会当中 大多的人一定会认为 它是个不法分子 它甚至会造到 他的亲属的厌恶 大街上的人 也不会对他的行为表达支持 所以你们喊鸡血 打鸡血 喊什么罢工罢师 没有任何意义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而且这个事情 很快就会被人忘掉 顶多有那么几个骗子 想借机搞点钱 甚至有人说 我要润回中国去 害死了董建标 还不够吗 任何一个自由社会 它都是一种自由观念在驱动的 如果一群又一群乌恙乌恙的 无论在网上 还是在线下都是集体主义脑袋在驱动的像蟑螂一样的人 他不会带来任何文明 因为他们的观念和文明人士完全是两回事 根本就不是一个逻辑 对不对 所以 很多人看我的推文也罢 或者是听我讲也罢 以为我在反对 盆在舟 不是这样的 我要反对的是什么 我要反对的是产生那些专制的逻辑 那些人们头脑里边 那些专制的思想 他不仅仅会使得这个国家不可能走向 或者说这个族群不可能走向自由的道路 他甚至会害了你本人 打鸡鞋打到最后就把你自己给害了 就这么简单 盆在舟就是这种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可以说的是个傻逼 没有问题 所以 所以 这一件事情是很有很多个层次的 不是一个单一层次 那么 最后我们必须要想 讲一点 就是说 为什么 这些讲中文的人 不论是共产党人 不论是反共产党人 不论是法轮功 还是任何一个中国人的群体 为什么他们都热爱打鸡鞋 因为他们的思维的定势 他们大脑里边的分子势 是一模一样的 构成这种分子式的 就是古老的东方式的集体主义 这种集体主义 跟纳粹的兽性的集体主义 还稍稍有点区别 东方式 农根式的集体主义 他们一方面 对自己的行为 无能为力 另外一方面 突然出现一个敢挑战 现有秩序的人 他们就立马就开始狂欢 甚至这种狂欢还只是匿名的 激动坏了 大英雄来了 是吧 驾着五彩祥云的大英雄来了 中国马上就要变天了 共产党马上就要完蛋了 洗洗睡吧 不会的 即使是共产党完蛋了 你还是 你还是那样的一个集体主义的傻逼 因为你没有理解这些东西 当你没有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知道 它和自由民主没有一毛钱关系 我朴口婆心说了这么多 不就是希望劝这些民主小清新们 能够懂这些道理吗 那么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